指揮中心開放雙鐵能夠飲食 但是在車廂內還是被禁止的 而是要在月台區才能夠吃東西 台鐵高鐵內刷過票閘 到進車廂前都可以在維持社交距離下吃東西 遊覽車也在放寬 承載人數依照原先合可規範 不必再降載 各部會主管單位行政的流程 都已經辦理完畢 那當然就隨時就開始了 台鐵表示中央雖然點頭 但還得等交通部給公文 才能正式公告實施 不只交通方面鬆綁 逸文場所也在名單內 二季警戒以後 兩廳院就開放可以看演出 除了基本的食聯制 還有戴口罩 現在指揮中心再鬆綁 不需要採取梅花座 逸文場所像是展覽和電影院等 同時最新指引也納入體育活動 雖然維持禁止飲食 不過室內終於不必梅花座 也不受室內80人上線 以實際逸文表演展覽座位數入座 室外像是棒球場 人數從25%放寬到50% 也沒有室外只能容納300人的限制 而且可以現場買票不需再預約 不只中央拋出放寬條件 北市也有行政策 柯文哲雖這樣說 但看看北市給的指引圖卡 明明寫同桌還是要隔板和梅花座 恐怕讓業者無所適從 反倒是探病方面 北市清楚訂出10月1號起 恢復長照機構及醫院的家戶 兒童和癌症病房探病探室 而新北也跟進10月1號起放寬 疫情趨緩下逐步開放 要讓民眾盡量恢復以往生活 體本新聞連至舊宣特別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